除了旅遊保險之外,租車的時候都應該會包含到汽車的保險 這些汽車的保險究竟是否夠包括有駕駛者和第三者的傷亡索償保障 如果這個補償額是不足夠的話,如果也是有需要的話 消費者可以自己去再買額外的保險 比如說可以涵蓋它非蓄意造成的車身的損壞、失洩和維修賠償等項目 在預租車的時候也都要了解到車上的配套 例如車上的小孩兒童的兒童座椅或者衛星導航的額外設備有沒有另外的收費